虽然父母家人认为你的另一半太有个性 可能会对你的婚姻提出一些挑战和质疑 但如果你能说一些甜言蜜语 还是会让婚姻和爱情更加和谐与融洽 工作上会受到一些挑战 但也会得到资源的支持 需要协调和整合 今天几乎所有的行星都集中在处女之双宇宙 会让人更加注重与社会团体的互动 向大众展示自己的学识信仰和人生的追求 木星在处女座逆行 月亮与土星紧密的结合在射手三分天王星 社会经济发展可能会慢慢放缓 用更加现实的态度对待人生的追求 这样的态度有利于自我的突破与未来的发展